想见你电影版终于要来啦 18日突然释出高片 让大家超级惊喜 在梦里 我好像看见他已经是很久很久 欢迎先 之前因为戏剧版极度烧闹的剧情 加上交错的时空背景 让该剧在2019年爆红 当时客家宴成功拿下 金钟女主角奖 许冠汉在两岸三地 甚至是韩国都人气暴涨 这次突如其来释出的花絮 分别以中、英、韩三个语言写下 命中注定的相遇 想再见你 千方百计 倒带快进 拉扯牵绊 爱不会被时间改变 似乎透露了电影版的一些线索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想见你在荆棘百花电影节 公开的演员阵容中 多了一位也引发网友讨论 大家纷纷猜测 有可能就是 以爱情公寓 打开知名度的中国男星 金世佳 在梦里 我好像看见他已经是很久很久 黄雨晨 黄雨晨